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同心 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涨跌互建 其实小涨小跌 尤其是NVIDIA说大股东在卖 所以NVIDIA在上礼拜五是开高走低 那有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吗 感觉到其实也还好 除了AI股大部分不跌了之外 今天有非常多的族群 也出现底部起涨的现象 不过 今天的成交量 创新低量 只剩2330几亿 2337 比上次上礼拜的2501亿 还要少 其实是好事 我记得昨天大师还有特别提到 待会跟各位分享 今天要跟各位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上礼拜有给各位猜 我们的 APP新改版 新改版 其实今天也正式上线 新改版的版本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来参与 猜谜嘛 那也拿到股票 再来就是 很多好朋友想要了解 这个短线当冲 当冲出来到底是怎么找股票 那个六十几倍 上礼拜 上礼拜五不找到 华星光吗 华星科 对不对 华星科 变动元件 华星科涨停版 那今天找到什么 今天更开心 今天找到三档 三档都涨停 老师开玩笑 你拿涨停出来讲 怎么样找到 如何找到 你想要 利用我们的 APP 去找到今天有大户点火的目标 怎么找 然后逻辑是什么 停损停力该怎么设 今天我会在前面里好好跟各位分享 尤其是 那个新的版本刚开始对不对 很开心 新的版本刚刚上信 所以今天这第1个重点 再来是 我们系统 不管是短线 不管是破断 我们都有方法 这个方法 按照这个纪律该怎么操作 也待会我一并跟大家分享 那我记得昨天晚上在大世界话 跟大家说 连微量试问 上市的低量是2501亿 对不对 那如果攻击量要自行量1.5倍的话 算一算 2500亿的1.5倍要3750亿 看起来不太容易 出现实际上上礼拜有一个攻击量出来 可是那个攻击量 是因为MHCI季度调整 尾盘报的800多亿的量 才把量廣到3000多亿 那这两天量要缩 所以我昨天大世界话说 最好再出现新的自行量 今天真的出现了 那今天出现 老师那是不是因为 台风价 中南部不少线市台风价 对不对 台风价券商还蛮辛苦的 因为台北市 没有台风价 所以 这个今天股市还开盘 今天开盘 即使南部修台风价 券商也是要营业 券商还是得营业 客户还是得下单 所以 今天应该是说 受台风价的影响 其实并不大 因为台风的 灾损也并不严重 那为什么呢 因为 观望 其实这个自行量好事 如果是因为台风价有一半的 现在是放假 没有人下单 他变成自行量反而是假的 今天的自行量最好 我还希望再更低一点 因为今天晚上美股劳动节休市 所以明天可能台北股更低量 没人要胜 少了一个指标美股不晓得涨还是跌 所以 今天晚上没有美股的 没有美股当做指标 没有美股的参考 也许明天会更低量 那更低量好不好 当然好啊 每次的低档转折都是 低量之后出现转折 如果像今天2300多亿 那攻击量出来可能要3500 3500多 对不对 3500亿 那如果明天剩下2000亿呢 明天如果剩下2000亿 攻击量3000亿就够了 我倒希望 明天看能不能 再出现更小的量 这样子 对未来出现攻击量比较有机会 而且 包括 美股的四大指数 还有台北股市的三大指数 MACD助长期都翻证了 就差一个带量点火 有没有 都翻证就差一个 带量点火嘛 偏多不便 这是汇达最高点那天 824 哎呀502 最近汇达又下来了 哎呀老师 汇达在 上礼拜五 开高走 听说大股东在卖股票 所以 可是他还守在5日均线 这10日均线 月线 所以他的 多头走势 变了没有 没有 并没有 变 没有改变 他还是 仍然是非常强势的 多头走势 就美股里面的个股来看 其实汇达是极少数的多头股 强势创新高的股票 那美股上个礼拜五是开高走低嘛 道琼还拉起来 开高走低又拉起来 虽然都有收下影线 都有上下影线 因为早盘都蛮高的 都有收上下影线 不过道琼收红了 费半收红了 S&P小涨 纳斯达克小跌 几乎收的平台好像跌0.02%了 没有什么算跌了 那重点是 那今天台北股市 新台币 早盘还在 往上的贬值嘛 看到贬值我是在不太尬意 希望升值嘛 那因为美元指数在上礼拜 其实往上 你看道琼 道琼的MACD终于在上礼拜五翻证 虽然指数小涨 MACD翻证了 这个颈线呢 其实他有守住 等于说跌破自由站上 藏红站上 S&P500呢 我记得在一个多两个礼拜前 某个媒体我去参加他们的 专访 算是 很多来宾的一个节目 当时好几位来宾说 这个美股啊 这个头肩顶啊在这里 我在这里 受访 受邀的啦 结果呢才讲完就开始上去了 头肩顶左肩头部右肩要挂掉 很多人这样看的当时 有没有 那啥个也是左肩头弹起来右肩这里要挂掉 结果没有挂又弹起来 直接过左边的高点 这不头部吗 左肩吗 左肩 头部对左肩 直接过了左肩 所以 当技术没有人是这样看的 可是他确实是 改变了 哪里改变 MACD改变 那如果这里真的弯下来 这里弯下来那事情就大调了 还好在关键时刻这个红棒出来 如果是弯下来 MACD还没翻证之前弯下来就挂掉 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个 关键时刻其实上礼拜已经出现 废半也是 有没有 废半MACD也是红的 所以 有没有 四大指数 MACD不是都红了吗 对不对 日经也很强 日经 MACD连续 6天了吧 对不对 南韩呢 连续 连续4天 美元指数 我说 不太尬也是上礼拜五美元指数往上 美元指数往上是升值 那这升值有点讨厌 不过 他冲上去之后 如果美元冲过去 一定高档背离 所以冲过去的时候 就不要再买美元拜托 可能美元要贬值 希望这样 因为 他MACD几乎在这个 关键附近 如果冲下去弯头 那美元指数的涨势就开始要修正 这是我希望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新台币呢 新台币 往下是升值 美元指数往上是升值 新台币往下是升值 那往下几率大不大 应该还不小 你看 MACD附下很多天 所以 就差一个怎么样 这里差一个 再一根藏黑确认 一根藏黑确认是表示台币升值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就伴随着像我说的 攻击量 苍红攻击量出现 新的涨势开始 那时候跟汇率一定也有关系 那加深指数 仅限站上 今天红棒收到相对高 电子类股仅限站上收箱 OTC终于啊 这个是5月份的起账点 NVIDIA跳空那个时候 5月20几号 本来没过了 没过 这三天其实都在那上面 这类股是 我记得昨天在大世界话提到 本来8月中我们的系统 做 多的股票剩下27% 做空已经73%了 将近四分之三是空投 四分之一是多投 在8月中的时候 那到昨天呢 昨天大概4546对54 46%对54% 多投还是比较少一点 还没有空投那么多 空投我们系统的比例有 54% 多投46% 那今天搞不好更多了 今天多投 空投可能50% 上下了 所以我的大事业话 你一定要看好 从8月份8月中开始 大盘见底翻上来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 这个低点蛮确定的 为什么 因为很清楚 因为我们是用大数据去计算 系统的多投和空投股票的比例 跌的时候当从7月初开始一路跌 跌到8月中 空投比例大增 多投比例变少 对不对 可是最近呢 多投比例 快要跟上 今天就看看 我大事要会跟各位分享 到底今天多空 拉锯 是不是多投重新占回50%以上 所以要成为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纪律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 看到大事业话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事的Liteat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事业话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抱歉我喝口水 这两天有点小感冒 好 我提到 上礼拜有提到 我们的手机APP改版 对不对 画面换的 换的比较 感觉上比较 轻松 明亮一点 本来看起来 熬熬熬 对不对 因为有 也有不少会在反应 好 这是我们的新版本 对不对 那我记得在上礼拜 给各位猜谜 大家都猜对了 因为咖啡杯的颜色不一样 还有这个上下箭头 这两个 两个不一样 两个图 左和右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那其实 这我们的制服人家手机APP版本 最让市场 惊艳的是什么 当冲最爱 每天我知道 热门股 六七成在做当冲 那 一般来讲 每天都四十几%在做当冲 当冲 成交量 四十几八是当天结算 当天冲掉 可是各位好朋友 你要做当冲 你有方法吗 你怎么做 当冲的逻辑是什么 我今天进去 我今天要出掉 对不对 不管你是找盘做空 尾盘回补 或找盘做多 待会卖掉 你都是当天要处理 好 当冲的逻辑我不留仓 那不留仓我就不管国际盘怎么样了 对不对 那当冲 重点是什么 当然就是做价差 对不对 当冲的逻辑 当冲的重点是我今天进去 不管是做多做空 很快跌 或很快涨 我 做到价差 我就退场 这个是 当冲 的逻辑 重点是如果你能找到 今天大户点火 很有机会拉涨停的股票 那是更开心 当然是啊 但是老师重点 我怎么找到这种股票呢 对不对 今天我就跟 跟大家好好分享 因为 在上个礼拜五不是找到华欣科吗 因为 包括会员也在问 老师我们找出60几 是60几%呢 还是60几倍 我说是60几倍 我们会说 老师哪有扣力60几倍呀 到了收盘也才 8倍嘛 等于说礼拜五的成交量 跟礼拜四的成交量 也剩下8倍而已呀 怎么会有60几倍呢 这60几倍的参数怎么来的呢 来我就跟大家分享 大户比 我们的大户比是什么 因为一般的 软体一般你看的App 有量增加的比例 量增加的比例 一般是怎么说 怎么算的 就昨天成交量假设1000张 现在9点10分 已经1000张后 现在9点10分假设800张 他量增加的比例 都是0.8 今天的量 现在目前的量 除上昨天的量 0.8 所以0.8 比例还算低了 你找不到这一档 0.8 9点10分 但是 以超盘手的逻辑来看 昨天1000张 今天9点10分就800张了 量增加的多不多 当然多啊 因为10分钟就800张了 昨天是 4个半小时才1000张 这个多不多 多嘛 可是要怎么表示 用0.8来表示 0.8来表示很少不够啊 对不对 那怎么表示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再来是个内外盘比例 内外盘比例是什么 就是 今天外盘成交 和内盘成交 一般来讲外盘成交就是追价 内盘成交就是不计价卖 对不对 市价卖 和市价买的比例 那如果市价买的比例多 好像大家比较敢追价 那如果是市价卖的比例多呢 大家在追杀 要懂了没有 这也是 一般有些系统也是有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对不对 那再来大户筹码比例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记得上礼拜我提告 老师大户筹码比例是什么 好 我们这样来举例 一般来说盘中 你是不是要这笔单 300张跳下去 是谁买的 不知道 对不对 到底是外资投信 执行商 法人买了吗 还是公司被业内主力大股东 还是格子冲大户买 不知道 盘中谁买了 真的没有人知道 那一般 像我们软体 我们怎么去计算 这个大户呢 像我刚提到了 昨天如果成交1000张 我们要先参考昨天的成交量 就把昨天成交了2% 昨天成交1000张 今天2%就是20张 超过20张的外盘买盘买单 例如说这笔30张市价买进 我们就算大户买了30张 那另外15张市价卖出 隔了一段时间 15张市价卖出算不算 不算 因为他不到20张 那25张市价卖出算 所以大户买30张 卖25张 大户增加的筹码是5张 那如果大户买50张 算 因为超过20张 在20张以下就不算了 20张以下不算 我们把这个 换算成大户当天的筹码比例 所以 今天谁买了 其实盘中是不知道 真的没有办法 你到下午才会知道各个分点 或各个三拉法兰的筹码 盘中老师盘中怎么抓 盘中我们软体是这样抓 重点来了 哈喽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户看法 还有各国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 收睇得锁定筹码大师 做人来了 上个礼拜的保一 8月28号 保一当天找到 当天涨停 8月28号时间记起来 8月28号 有没有 这里是9点13分找到 这里 大概9点没多久 9点23分 10分钟 10分钟的涨停 所以我說你要做當中很簡單 買進去在這條線附近買 這條線附近買 然後呢 掛漲停板下一檔賣一半 記起來 不要掛漲停板出 萬一看到漲停板沒有鎖住勒 你可能掛漲停板沒成交 你掛漲停板 下一檔賣一半我的教學大家都有說 掛漲停板下一檔出一半 如果後來白色的線破掉就全出 如果沒破另外一半隔天再出 就這樣 寶一當天找到來寶一在這裡 這是25號其實我們系統 就出現訊號了 三角形跟著箭頭也扣給會員 隔了一個禮拜六禮拜天28號他要掛漲停板 對不對 你要想買寶一就是28號 本來我們系統就有了 投信也買了 那如果看到系統的話當天28號你可以進去 大概 待會記起來 我待會會講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和重點 會員也可以聽好 好 保育就這樣做 對不對 來 那現在的保育呢保育就還在這裡 續爆啊對不對 軍工股了嘛 再來30號隔兩的溢江 這是9點28分 再這條線一下就上來 在這裡9點28分 漲4% 記住我有一個重點 最好你找漲4%以上 老是漲4%以上沒什麼空間的 漲4%以上後面 剩下4-5% 這種股票 他比較容易漲停 你不要找那個漲2% 1%的 想說2%1% 拉到漲停賺7-8% 89% 這種 這種股票 比較難 你要找原來就很強的 你要找原來就很強的 有沒有 一家 有沒有 來 這個是9點28分 10點34分 大概一個小時後漲停 漲停鎖住 所以呢 一樣嘛 漲停板下一檔賣一半 他漲停鎖 漲停鎖就還有一半啊 如果漲停沒鎖 像今天 今天找到一檔買有趣 25去飛鴻 本來 25去 宣德 宣德 宣德今天有碰到漲停板 但是沒鎖 所以如果你掛漲停板就不見得賣得到了 我待會給各位看 來 一家 8月30號就啟動 結果厲害的來了 8月30號 他又漲停 是不是 8月31號他又漲停 30號啟動 31號又加 來 這兩天1號 今天震盪 今天盤中急殺招盤 急殺紅棒一半 你不進場尾盤要拉起來 這個就是強勢股的概念 幫各位找到 強勢股的買點 重點是 老師我沒有要做鋪斷想要做當中要怎麼做 就這樣做 那今天怎麼做我來看 這上禮拜五的華新科是不是也是一樣 這裡是幾點幾分 9點13分 9點13分 重點來了這幾倍64.3我待會跟各位分享 60幾倍老是那空六幾倍 來 什麼邏輯 華新科當天現買現漲停對不對 今天下來 我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找到的時候長5.4 他是第一名 大戶比全市長第一名 對不對 智勤50倍 華新科64倍 老師哪空64倍 來我們舉例來說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剛剛不是說了嗎 昨天 1000張 今天9點10分就800張 這個量到底有沒有增加 如果兩個 相處只有0.8倍 還是不行 可是重點他只有10分鐘 對不對 這觀念 那就不一樣了 來我們看一下 8月31號 華新科成交量幾張 3500多張 對不對 5日均量是1406張 我們是除上 5日均量 不是跟昨天除 不是跟他前一天 9月1號找到的時候不是跟8月31號除 我們是跟5日均量來除 來 如果跟前一天 前一天來比的話 8月30號除起來才1.32倍 才1.32倍 那跟5日均量來除 也3.37倍 重點來了 4個半小時 有54個5分鐘 有27個10分鐘不是嗎 對不對 這觀念有沒有搞清楚 所以用10分 9點10分華新科 成交3680張 他9點10分的成交量就已經比 前一天大了 10分鐘的量 大於前一天 10分鐘的量大於前一天 可是10分鐘 一天有27個10分鐘 所以是不是要前上27啊 所以就70倍 這樣有概念嗎 這樣有沒有懂 原來是這樣 對 因為一天有27個10分鐘 你10分鐘算出來 只有兩倍啊 跟5日均量來比只有兩倍啊 但是乘上27那是不是 70倍 我們是用每一分鐘去算 我用5分鐘跟各位跟各位解 只是讓各位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是用 每一分鐘的平均價回去算 看多費 多費工夫啊 每一分鐘平均價 好所以今天來找到了 今天一找 今天十幾分吧 合昌也64倍 他漲幾倍 6% 漲6% 這漲4%多叫宣德 沒有漲4%都先放棄啊 再來是漲5%了 增加電子 6%了4%了5%了 你找漲4%以上喔 老是漲4%沒有空間 他會漲停 漲多少%都有空間啊 這漲全部都漲停的啦 有沒有看到 記起來 漲幅4%以上的優先啊 這樣有了解嗎 合昌來 我印的時候漲6.63%嘛對不對 結果瞬間 5分鐘他就漲停鎖起來 5分鐘就漲起來了 你看不是這個嗎 卡丘還比較快 他有沒有回到最好線上有啊 回來這條線一進漲 我印圖的時候已經拉起來了 對不對 有沒有 合昌6.6% 你賺漲停啊 你掛漲停下一檔出掉 你這零出到因為他有開啊 你掛漲停板下一檔一定賣得掉對不對 合昌來 宣德有沒有 他一直走在這條線上 沒有跌這條線超過1%就續報嘛 他這裡尾盤有碰到漲停板 所以你掛漲停板下一檔是賣得到的 漲停板下一檔你是賣得到的 有沒有厲害宣德有沒有 對不對 宣德那時候漲幾% 漲4%多吧 漲4%多 來 增加電子 增加電子 剛剛看到的漲5%嘛對不對 增加也在這個還要均線 後來是漲停板 這裡有開開關關 那你掛漲停板下一檔是不是一定賣得到 就賣得到啊 一定賣得到嘛 所以不要掛漲停賣 請記住掛漲停板下一檔賣一半 這樣對了 是不是幫各位找到今天三檔都會做漲停的股票 一找找到9點10幾分就找到了 9點10幾分就找到了 這個就是 我們致富人家操盤系統 什麼 來 手機APP最厲害的地方 這叫做當沖最愛 你要做當沖 你要找 大戶今天會幫你鎖漲停的股票嘛 這才有用嘛 每天做了1 2%的價差有那麼厲害 對不對 一個不小心賠1 2% 賠1 2%你又不走 所以每次賺1 2%賠3 5%你怎麼會贏 你說當沖這樣不會贏嘛 你要做當沖一定是今天買進去 待會兒就漲停大戶幫你鎖漲停 這才有用啊 怎麼找到 就這樣找啊 今天就3支 3支都漲停 懂了沒有 4%以上的啦 這樣愛譜就找到時候已經漲停了就算了嘛 沒有空間了嘛 對不對 9點97%幹嘛 其他的 舊色3支 對不對 用大富比來排回去舊色3檔 然後呢 進場 然後呢 很快的攻漲停買 漲停買下一檔賣掉就對了 你就這樣做就對了 所以要成為贏家也很簡單啦 波段有波段的方法 你看我們訓話也出來啦 合唱訓話出來啦 宣德加碼訓話出來 這是我們家族成員手上的股票啊 生家電子訓話也出來了 不是就這樣子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選股啊 波段和短線的結合啊 那這些升級股裡面 簽附精密呢 簽附精密還續 續報喔 他還非常的強勢 包括長王航太 包括祝隆 包括漢翔 都續報 因為他都沒有平常續報 那助理老師他AI的呢 AI來 偉雙對不對 這裡賣掉這裡買進 這裡賣掉這裡買進 老師這裡買進 你說你買112 今天也差不多對 我們112還在 112還在 對不對 因為你看嘛 偉雙 本來投信在賣 上禮拜五投信開始賣 那今天早上是說112.5 老師這裡賺五感 對 至少我們來來回回做 來來回回做 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變化 等到大盤出現供給量 所以我滿希望 明天再出現這幾量 最好是2000億 下次供給量1.5倍 3000億 大盤就要開始漲 這是我的看法 那這些 AI股票包括廣達啦 我們來回應有沒有 249 隔兩天210 210隔兩天變239 他就在那邊震盪 最高來282吧 對不對 來到28幾 那震盪其實就還在 技嘉投信買到爆掉 2376 買成這樣 那技嘉我們還在 技嘉還在 華碩呢 華碩還在 這些AI股票我們還在 只是 短線極漲我會賣一趟 短線極跌我會買回來 大概目前是這樣 但是等到 大盤帶量紅K 供給量出來 那可能就不用再做價差 現在可能要大家辛苦一點 做做價差 做做價差 華碩像我們就是 這裡賣掉再買回來 然後創新高對不對 最近拉回呢 最近拉回的續爆 所以成為贏家 你要跟對方法 見頂呢 見頂這檔股票 就還續爆 投信買爆了 還在手上 所以成為贏家 這些股票訊號怎麼來了 剛說的 短線我們有短線的方法 波段有波段機制 波段就是量 降 籌碼打分數 所以像有訓 一個波段 有沒有 現在還在 只是最近有點弱 華福呢 華福也是從這邊上去 華福 在不在還在 華福也還在 那要擺脫人性弱點 買對抱不住買錯捨不得 怎麼做呢 當然跟著我們 買對抱住買錯捨的 就會是贏家 重點是怎麼買對 怎麼抱住 剛剛跟各位前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很清楚 短線你要做短線 你一定要有方法 你要有工具吧 對不對 你也要有工具吧 你看偉權店 這個偉權店漂亮 今天偉權店來 我們怎麼做call的 這裡啊 829號 對不對 偉權店今天工漲停了來 整理兩天 今天又漲停了 是不是 偉權店漲停那上禮拜call的 今天漲停了 來 當時call紅貫店宣德 偉權店 金號 這幾檔都蠻強的 紅貫店今年也不錯 中華車上禮拜五call的 對不對 今天中華車又漲停了 所以 你要找好股票的起账點 一定要跟著我們 還有什麼懷疑的 對不對 中華車今天漲停啊 上禮拜五call的 對不對 有沒有 華信哥中華車嘛 加碼的上禮拜五沒call 所以 我們總能幫各位找到 好股票的起账點不是嗎 對不對 華信哥 如果拉回來紅棒一半 就進場 對不對 一家呢 今天就拉回紅棒一半了 是不是 中華車呢 老師今天沒拉回 那如果明天拉回紅棒一半 你還是可以進場 不要追高 拉回來進場 偉權店呢 這裡就拉回來啊 你不進場 今天就漲停啊 對不對 所以 買到好股票 然後 對了 爆他一段 短線要怎麼做 短線你也跟著我們 制服銀貼超盤系統手機APP來做 波段的起邦中光電的續報 偽創呢 偽創 像這些AI股票 你也跟著我們 目前來回坐價差 當趨勢出現的時候 坐價差的方式就改 這就是目前我對盤視的規劃 你一定要有一套你自己的操作模式 包括我們破斷 包括我們短線 我們都有辦法 所以 來 我知道你不是都不努力 你也很努力 但是你插了一個什麼 你插的是一個 操盤工具 不管破斷 不管短線 我們都有辦法 就像今天的短線 三檔 三檔都漲停 這個才是你要的工具 跟著我們 手機APP帶著 輕鬆快樂選標股來 你的選擇就只有兩個 如果你是天天找股票的投資朋友 APP你真的非帶回去不可 每天幫各位找到標股 所以你的選擇就跟著我們 把APP帶著 如果是上班族退休族 你不能一直盯盤的 盤中即時訊息再到 好股票出現好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支付專線 成為支付贏家 我們明天見 謝謝 你想跟上最專業的效率操作嗎 記得訂閱我的LINE YP和TG 這樣才不會錯過 我抽馬大師 最貼盤的資訊喔